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主已经踢完11月份的比赛 之后的第二阶段比赛呢将会在1月份才进行 所以目前来看呢 那么我们国主啊整体大队伍呢 也会收拾行李呢 在最近已经启发啊启程前往国家啊我们国内 然后呢进行一个隔离 那么在之后他们将会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战 在之后呢再进行季节 当然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那么关于李铁的一些各种话题呢依旧是不断 尤其是关于李铁在赛后整个发布会当中呢 居然是延时利用32分钟进行一个枯诉卖场呢 也是引起外界很大的议论 那么大家也都普遍觉得说李铁呢作为一个国主的主帅 居然如此不成熟去把很多的问题呢都归咎到别人的身上 各种推卸责任甩锅呢实在是很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啊像很多业内人士啊也都纷纷批评李铁 要么说他的心态有问题要么批评他的一个精神出了问题 都建议他去好好看一下心理医生 而就在最近随着国主的汉平澳大利亚24小时过后呢 现在关于李铁的一个舆论呢也并没有结束 我们看到新华社呢也在最近发表长文啊 重拳去警告李铁卖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们是说呢李铁啊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一个情况 作为一个国主的主帅既然能够做到这么高的位置呢 就要随时做好迎接各种质疑和挑战的准备 而不是自愿自异一到一点点问题呢就各种抱怨各种推卸责任 而且呢他们还用八个字来形容李铁 欲待其冠必成其重 所以我觉得从新华社这番言论当中也不难看出来 那么目前呢官方的一个态度啊对李铁来说呢 应该也都觉得他真的是太过于交情了 本身其实在李铁之前呢不管是米如李皮啊还是高鸿波等等一些人呢 都曾经先后遭受过各种下课的一些质疑和批评 那么曾经作为李啊李皮的一个助理教练 我相信李铁呢也肯定会知道这一个情况 所以他在他上任之前呢也肯定知晓他接下来要面临的各种压力 那么为什么到了现在呢 那么带着中国队取得了成绩一团糟糕 还有各种推卸责任说自己遭受到外界太多的一些舆论压力 说自己呢已经身心俱疲 差不多要崩溃了呢 我觉得对李铁来说实在是非常不成熟 也有一点点推卸责任的一个想法 所以其实也难怪呢外界这么多的一些质疑声 尤其是针对李铁呢目前的一个卖场的话真的是啊 下课的一个声音真的是空前的大 那么在结合之前呢李铁的一个战术安排也有问题 目前呢心态也出现了严重的一些崩溃 所以结合这么多的一些方面来看的话 可能目前呢外界啊真的是非常希望李铁下课 一课也忍受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主协主席程序员来说呢 那么他他在此前是一直极力维护李铁的一个啊席位的 但现在来看呢我觉得程序员最担心的一个事情呢 也是正式发生 也是他此前呢估计也很担心说外界不支持李铁 继续担任主帅 那么现在来看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担忧呢 真的是逐步实现 现在外界真的是非常期待李铁能够赶紧下课 因为从他一系列的一些幼稚行为来看呢 他真的是担不起这个主帅的责任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